好 上一段影片和Ken大仁已试试试试试 回到叻仔股 由小弟亲自转转 但上一条港大市的影片 我们说了会讨论一些情况 情况是什么呢 有些叫民间效应 其实大家也要留意 民间效应是你看到跌了这么多点 现在再讨论前面的影片 跌了这么多点 我为什么会说我会断定了一样东西 就是市开始反乱 当然刚才那些技术指标 点数跌了这么多 或者一些超买再超买的时候 一个技术指标是断定了 第二样东西的断定就是什么呢 其实是准准的情况 准准就是我妈妈的一些朋友 就会去到一些很极端的时候 就会做一些极端主义的行为 当然不是定气油弹 主义之类的 就会在一些常常会问我娘亲 不是问后我娘亲的事 是问我娘亲 问我娘亲呢 不如问下你的袋呢 你的袋啊 现在还买不买空证 是当跌了三千多四千点的时候呢 才会走出来问你 他说现在呢 电视上面呢 有很多人都说会跌哦 通常这些 太太在我妈妈问我 一只我娘亲的身边问的时候呢 通常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反弹了 朋友差不多了 这些通常都是一些 叫做明灯效应 第一个就是明灯效应 差不多了 第二个就是说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还搞笑的 第二个就是说什么呢 有个 又是那些太太 就问我妈妈 问我娘亲 就说 喂 这个袋呢 是不是将了工啊 不是在电视里面 就在那里讲那些这样的股票啊 在那里 经常说杀红啊 杀牛啊 你的儿子是不是 你的袋是不是去了逃房啊 杀牛啊 那些牛肉是不是买回你很便宜啊 帮我买两斤啊 我只不过说牛红症而已 OK 好了 那么 说这么多东西 这么长篇 在说什么呢 那就是说 其实在某程度上 今个星期的 这个 帅哥的推荐在一广大市里面 其实我想 原本 原本打算 是说一些ETF 是说一些跌市的 一些叫做工具 但是想想想 这个市场开始反弹的 现在在这一转告诉你的话 其实是害了你而已 因为有很多我们叫做猛头烏鹰 基本上听完我说之后 在脑里面 自动会洗脑的 只记得 听哥说过 不是 这一转 接着 就不理三叉 不是三叉 三叉 三叉二十一 冲进去 喂 为什么我在这个星期 如果是反弹的时候 我不提计 逆向工具 刚才的桥段 我想了这么多东西 带出一些逆向的 一些ETF 但是暂时停一停 好 下个两天 那么 那么 好了 说回三叉 叫做帅哥的review 第一个是平保 平保我们review些什么呢 出了业职对盘 我们看到就是 我们来来去 说来说去 都是说支持位 一来来去都没有穿过 我相信 这一转带回事上去反弹 得帅一些的话 平保都公不可没 一定就不行 但是你说会不会再破顶上去 走得很厉害 这期间就很厉害 我想短期来说 可能会 但是你说你部署有些衍生工具 走上去九十一半 再厉害一点 九十一和九十四 其实来定了就是什么呢 恒生指数刚才说了26000 然后第二个就是 厉害的是26000 以26500的幅度 就是平保自己本身 我用虚线 拿出来九十一半 然后实现九十四 大家就可以来做一个指标性 是一个短线的正股 可数性不高 那几元 大家喝杯茶吃个包 那几元也不一定够 对不对 用来衍生工具 如果衍生工具 这个章节大家不熟的话 你可以不要搞它 有机会我们 零零细细在一个章节 是讲这个衍生工具 到时再做一个心话 地主要来说 要提起 有个朋友仔 J仔 J仔说我的视频和股 分析得很漂亮很正 值得看 但是有个瑕疵 就是说经常说两个字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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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说两次 以后再说笑一点 叫做 叫做 以后再说笑一点 不好意思 尽量说笑一点 口头是有些东西 口头很难改 我不说粗口 在剧头已经算是这样 第二个 就是 L小姐 L小姐 很感谢你私信和我 问我的股份 1931 就是我们推介过 他问我的目标价 我其实可以在图里面看 你看到他的表现 不是太差 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表现 我都说了 本身股其实很多事就是说 在你遗忘的时候 他就会动手了 盯着他 你应该买了 我断股你应该买了 要不然你也不会问我 暂时问题不大 第三只再下去 就是上个星期的 他就说了1.177 你看到那个市弹 其实 告诉你为什么叫做制股 跌不下了 市一弹的话 他就立刻拗腰上回来 上个星期 其实数字是8.6附近 8.6 我想如果你真的要玩的话 可能某程度上要提高一点 先炒着波幅 你当作是8.8附近 松一点 其实自己 有一点叫随机应变 因为赚了一毛两毛纸 你都要适时去做随机应变 上面暂时仍然是维持 原本是10元以上 看看有没有机会突破到 早前的顶 有的话就再穿上去 没有的话 就当是大概10元的波幅 先玩 这三只股份 我觉得仍然可以跟进 其他之前叻仔股份 其实不是不跟进的 只不过 有些开始有些动作 是不是这么特别地 可以有些水位给大家拿捏 好像有些人似 有些股份开始动作 但是我觉得 先接着这三只 无缺花太多心神学的股份 不如听听 接着有什么半真股推介 一半真股的追踪 可能会比较好 不用停机了 一剔 再下去了 1949 1949是什么呢 其实 在这里可以做另外的宣传 我会在8月31日和1日 我们会过去泰国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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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接着后非要做直播 时间大概9点至10点左右 下个星期公布 今个星期刚好找到半新股 刚好得这么巧 风筝藏子 因为是泰国 和泰国相关的业务 1949 这么巧 建国 70周年 做什么呢 在泰国从事的IT 集成解决方案 以及一些IT的支援服务 上市其实不是很长的时间 很短的时间 如果你看看它的业绩 业绩是对版的 是18年和17年就比较了 业绩18年 其实就有一点6倍的 营业额上升 它是7月附近 如果你看看整体模拟率 其实也有个明显的上升 只不过模拟就差一点 但本身股案很多时候 都是炒小的 不是炒小的一个很长远的部署 除非股份的基本因素 真的特别很厉害 才是一个部署很久 它主要从事是什么呢 我们到来到8月31日 30月31日 我都会拍一拍这间公司 看看能否找到管理层 虽然我都懂些泰文的 不是骗你 12日卡 12日卡 不知什么 卡就卡 都懂得两嘴 它的IT的卖点是什么呢 刚刚过其中一个客户 就是BAC 就是泰国农村地区银行 帮它做什么呢 就是ATM的一些机 一些接规员机的一些项目 帮它做法联卡 然后交易的一些系统 之类之类 我自己觉得 近期的市 其实风雨飘摇 尤其是香港和国内市场 反而这些股份 能够突围而出 就是因为跟中港的市场是绝缘的 你变相对他自己本身的业务 上一年有个平衍的美丽的增长 亦都跟香港和国内市场有个绝缘的话 我觉得可取 刚好就这么巧 都说了 都说去泰国 上去拍一拍 看看他的ATM机的情况是怎样 他自己本身的价格是下限平价的 一个二豪半 当时他上市 头的阶段 头的几天是很聪明的 爆到1.77元 但是跟着市场 又说可以当调借的顺畅 质到最低 一个又容易跌穿的支户价 跌穿完之后 反而这段就瘋了 瘋起上来 刚刚今天收市是两个无狗 其实给他的下限价 就是他上市的位置 上升了一个倍了 还有没有得上呢 我觉得会有的 只不过现在这个升到两个无狗 你跟进去的时候 风险会大了很多 既然我们经常说 你拋离十天移动银线比较远的时候 如果不记得我说过什么 可以在我云云这么多片里面 其实不是很多 只有十条 你回看也不是很久 一条都是十二三分钟 十六条 一十二三分钟十六条 过来两个钟就搞定了 再看多一次 那些短线的成功位 或者是买入位 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这是第一个 大家可以留意的 我觉得那个基本因素面 可以跟进 股价虽然现在升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可以 继密切留意 买入和卖出 其实现在暂时去到高位 就不给大家住了 免得你有盲牛呼应 我都说过用技术指标 可以参考我说的 第二个 现在三六九二了 这只也有朋友私信过我的 OK 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看看药业谷 其实它自己本身的业务 表现都不错的 如果你看看它自己本身 六个主要涵盖的领域 上个星期我们都有 药业谷1177蓝筹 今个星期 都顺便说了 是我觉得都可以的药业谷 这种我觉得都可以 在本身股里面跟进 重点六样的领域 神经系统疾病 中枢神经磊疾病 抗癌药 接着就有抗感染 糖尿病 接着就有消化系统 心血管病 如果你看看它自己本身 现在临床 其实在做的 有100种药物 现在有6种 去到临床和晚期的测试 它自己本身 其实如果你看看 刚刚在100年 就是去年的业绩 其实有24%的增长 营业额到77亿附近 整个整体牟尼都去到24%附近 我觉得都算是合格的 最主要就是上市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 我觉得都挺大的 叫比较 我放心一点的一些基础投资者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IC 汇条资本 奥博资本 上海医药2607 都是一些基础投资者 应该有了1.9亿的情况 要看看股价 股价现在贵不贵呢 如果你以市型增长率PG 它现在大概1.6倍左右 如果返回南搜上星期提到的177 177现在大概是1.8倍左右 如果你计同业的平均值大概1.3倍 如果你用这个来做准质的话 要拍到177的话 我想暂时还未拍到 如果你以现在的股价1.6倍的话 我觉得股价是相对地叫中性 又不是太贵 但又不是太贵 所以你看到它近期的股价 其实都是围住在这些水平 其实还未有任何突破 大家可以留意它自己本身的关键位 关键位是什么呢 今天收市大概是21.6倍 我自己觉得 股价已经不算是辱宣 或者是不算是太差 你可以拿回它自己本身的上市项 以及它自己本身的低端位置 我们画了一条线 你会看到这条线 那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位 你看到早前刚刚侧下来的时候 都没有侧穿过 在这个平台区现在正在做一个叫横行 如果既然横行的话 市假设一样东西 就是将来这几天会反弹的话 即是说它可能有机会逐步挑战24元 如果能够突破到 是早前的平台区的话 它的股价更加会再上去 但当然要看回市况 因为半身股很多时候 你要来定作战策略 都一定要看回市 因为半身股很多时候 都会和市的密切程度很大 例如我说基本因素好的 基本因素不好的 都不习惯 无论市好或不好都会掉下来 大家可以看着 我们的图表里面画了它的价位 来做一个叫去留 或者是炒着保护先 如果有什么特别问题 我都可以私信我们 今天也是一样 我评论了三个股份 也是半身股有两个股份 大家都是一样 有碗后一碗 有碗后一碗后要加一句 这句必定要说 我们绝对是讲人话的 所有股份都是无持有的